哈囉大家好 我是翔羊 那這一次來到這個極速領域的第五集 那這一次呢我們一樣先點進對戰房間 然後創建房間 那這一次我們要玩的模式就是個人競速 那我們這一次要玩的地圖是 這一個 冰川滑雪場 冰川滑雪場 那我們就按選擇賽道 那我們就先等一下看看有沒有線上的人要跟我們玩喔 好來各位觀眾我們現在呢 目前現在人數有缺一個人 好現在沒有缺了 只不過那個有一個人還沒按準備 所以我們要再等一下喔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到遊戲裡面 現在又缺人了 現在真的是有時候有點麻煩啊 因為有時候其實就是會發生這種情況 就是有時候呢那個 線上的人等太久他們就會自己退出 然後有些人就是會 再忘記按準備 就是這樣 所以呢我們每次呢就是會 等的時間比較久 等的時間比較久 不可以是你們按那個快速進房 或是匹配房間 這樣子才不用創房 這樣子就不用可以那麼久 可是自己創房的好處就是呢 你可以選你要的地圖 那我們這一次呢就直接 在這邊準備之後呢就可以開始了 那我們再等一下下 好來準備21 好 這一次我們的起播也是完美呢 也是完美 好不好 那這個轉彎要 看一下 這個地方 有一點 有趣 不過 相反的岩 好 好 這邊我們來集合 那這邊 我們 照著這邊 來上去 啊我們 我們 忘記 衝到旁邊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 第二圈的時候 努力一下 我等一下努力一下 那真的 就是 銜接的太快 然後我都有點 很快 不過呢我們 依然出現 好不好 依然就是依然出現 好 好 那 他現在就說 我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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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 努力 然後呢 你也可以稍微調一下 做一個 那 我覺得 補角去 跟個人道具的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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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就是 就是 會 會 對 會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 有道具就是 很麻煩 那為什麼很麻煩 就是 有時候會 這樣 這樣 然後 就 對 有時候 會 非常好 所以 就是 就是 這樣 會 這樣 會 會 就會更快 沒關係 好不好 他們就要 我剛剛應該 有卡到那個 邊緣 這樣 就會更快 沒關係 好 好 來 準備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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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那 就是 放下坡 那邊 控制好 那邊又要轉到邊邊 好 我們 快結束了 我們快結束了 好 我們 來看 那 進步就是 2分 2秒14 那我們 就先 等一下 進到頒獎典禮 好 那我們 差不多了 我們 挑戰成功 2分45秒7 喔 2分45秒7 那我就是第一名 其他人 是 完全沒有完成 所以呢 我們其實 假如甩位甩更好的話 或許會更快 那 各位觀眾我們這一集 這個 第五集 急速領域 個人競速 冰川滑雪場 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開啟小鈴鐺 讓大家下次見 大家再見